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新素菜 今天跟我来 我们现在讲素食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 但是基本上研究素食料理还是以台湾为基础 因为台湾从事这样子的行业 还有资源和经验 也都比别的国家还要历史悠久 那今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特别来到台湾来学习素食料理 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妹妹 那么我们就要先来介绍她的老师了 佛光大学书食系的阿伟师师建伟老师 你好 曾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个很可爱的小妹妹 是 叫什么名字 她叫邱鱼 陈邱鱼 对不对 来自马来西亚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观众评审 评审 对 观众评审朋友 大家好 好可爱 她想说观众朋友 那是讲习惯的评审 因为要参加比赛 是不是 也是 对 大家都可以来当个评审 这次去参加什么比赛 这个是两岸大学生主义交流赛 是 那因为我们学校 有跟大陆的广创学院 做一个交换学生 那因为他们学生来到台湾 那我们学生也要到大陆去 做一个交流 那邱鱼就是代表学生的部分 到大陆跟大陆的学生 做一个厨艺交流这样子 然后这又是 这又是什么金色的牌 好 桃圆的 就是这次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这就是第一个 对 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第一次的 对不对 好棒 等一下来跟我们分享 好 一个马来西亚的可爱的妹妹 为什么会来台湾学做料理 而且还选福光大学的素食系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好 那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那个我们东南亚的那个 异国料理 有东南亚风味的是不是 叫做什么 印度甩饼 还有呢 就是搭配的 还有一个就是全素的酱 酱 对 这个很特别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印度甩饼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了 秋云 现在先要示范的是饼 帅饼 对 好 怎么调 先把这个粉倒出来 是 因为马来西亚是很多元民族的 一个国家 对不对 所以帅饼是算印度的 当地的人也常吃吗 对 就是可以 我们通常比较当宵夜来吃 宵夜啊 对 对 也算是小吃 小吃点心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比例吗 还好 还好 就是 这个调味的话就是稍微调一下 让它有一种味道 对 那么会不会每一家 因为每一家妈妈应该都会做吧 这个 这个摔饼的话 其实就像台湾的那个 葱油饼 很家常的 对 那可是每一家也会有不同风味 对不对 好 就这样子 慢慢地把这个面和起来 那你边和来边跟我们讲 为什么 你在马来西亚就吃素吗 在马来西亚的话 素食没有台湾 这么方便 没有这么方便 也没有这么多元的那种类 就是台湾会有什么 主庭式餐厅什么 对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发展到那样 可是你在马来西亚为什么会吃素 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 就是佛教 你们家是佛教 佛教徒 跟着爸爸妈妈吃吗 爸爸妈妈 所以说你们要吃的话也都是必须要自己料理 不像在台湾的 各式各样的特色素食餐厅都有 对 这也算是全世界 素食餐厅比例最高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在台湾吃素很方便 还很幸福 那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到福光大学来学习 马来西亚没有教素食的地方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对 应该找不到 找不到 其实马来西亚吃素的人口比例不高 不高 对 难怪 没有这个市场需求 那可是你怎么知道 会可以到福光大学素食系念书 之前有参加一个活动 也是就是佛光山的活动 那一次是去做义工 对 然后之后有那个会后旅行 刚好就参观到佛光大学 对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师傅 然后他介绍佛光大学 就拿了那个电话给我 因为那时候我是刚好毕业 在等成绩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出国 之前还不是很了解 对 为什么会想要学素食 自己吃素就好了 为什么想要去学做素食料理 你以前在家的 在马来西亚喜欢自己做料理吗 对 之前就比较 就是小时候 妈妈会不给进厨房 妈妈怕危险对不对 对 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常常拿凑子 因为还不够高 就是帮妈妈拿一些调味料 而且都会被赶出去 还是被赶出去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说自己发觉对料理很有兴趣 蛮小的时候 蛮小 差不多小学吧 那可是你要到佛光大学来念素实习 你就要离开家 你妈妈会不会又舍不得了 不 太怕 你进厨房都舍不得了 现在要离开 离开家要跑那么远的地方读书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去跟他沟通 就跟他说我现在难得出来 就是趁这个时候好好地学习 这样子 对 那其实真正要做到 让妈妈放行安心 那听说他在学校的表现 还蛮让父母安心的 对 他算是蛮优秀的一个学生 他在学班级上 班上的成绩就是在前三名 对 而且马来西亚学生到台湾来念书 蛮辛苦的 是怎么辛苦 对 因为一般如果是台湾的学生 读佛光大学的话 实际上都有补助 台湾的学生有补助 对 马来西亚的没有 马来西亚就要全额 对 不然就是靠那个书卷奖学金 奖学金 对 你就要靠你自己把书K好 然后拿奖学金 他应该都拿奖学金吧 对 他都是都拿奖学金的 其实为什么台湾的学生要补助 就是鼓励他呢 因为新颖法师创校的时候 他希望台湾的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受教育 然后远离贫穷 对 对 所以有了教育之后 其实让你有很多想法 你会去改变 思想会改变 那你的行为也跟着改变 对 对 所以说这次教育才是最好的 一个改变人生的最好的方式 是 对 对 这个创校里面 真的是让人敬佩 像那个我在慈激科技大学 带护理系 那上人也是说真的 这个教育才是脱离平成 最好的方法 对 所以那个护理系也是会有 很多学生是公非生 是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同学 就真的靠自己 对不对 那愿意选择来这边 你会觉得辛苦吗 不会 很开心 为什么 就是出来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对 你如果说继续留在马来西亚 可能你就是知道的 你的知识领域就是这么多 对 那现在走到外面来看一看 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 对不对 那这个也蛮好的 听说你现在不想回马来西亚 对 他希望说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台湾 然后可以自己 就是说可以继续从事餐饮业这样子 对 那甚至也想说希望可以创业 自己开店 对 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个第二届的毕业生 他在这个月也刚好在回马来西亚走 他也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是 是 是 那回马来西亚之后 他就自己创业了 对 就开了一家那个马来西亚的风味的餐厅 那把台湾的料理也融入了进去这样子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 但是但是你要留在台湾开店 还是要那个去马来西亚开店 我先就是累积经验吧 这个饼就是像这样调好了之后 对 然后给它静置 静置 三十分钟 要三十分钟 饧面 对 饧面之后就会变成这个饼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就先做饼了 对不对 我一点油 好 秋雨也蛮喜欢运动的 对 你听说你也跑步 对 那时候跟老师一起参加那个马来西亚 第一次 对 听说 第一次就挑战二十一公里 就挑战了当马 真的 那可是你听老师说 你在路跑活动之前 你偏偏练习 怎么练 就是那时候老师约 要不要一起去运动 然后在我们那三下的所小 就一起约去先热身 因为跑二十一公里没有那么容易 对 一定是要有基本的潜讯 是 秋雨她就利用每一天 她肢上都是短跑 自己有先去练跑 自己先短短地慢慢累积 对 那刚好那一次我们就想说 约一起去做个潜讯 那我们大家都在跑跑跑跑 跑到后来很多人就跑到一半就已经躺平了 对 然后就唯独秋雨她一个人就是跑了三个小时没有停下来 所以她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对 所以她对于像从事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学业跟工作 她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放进去 好 运动精神放进去 对 那那次刚好帮她算过 她大概跑了一半圈 大概二十公里 所以她去挑战二十一公里是很比较轻松的 对 所以第一次跑那个玩赛的时候 是感觉很舒服吗 哇 哇 怎样 这个 哇 终于跑完了 好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 当厨师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体力 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持续这样做下去 对 是 除了这样子的锻炼体力之外 也是让你们持续到有一个耐力 对 他有参加一些比赛 那他第一次参加桃园这个比赛 这是他第一次的金牌 对 我们就带了学生一起到桃园 去参加这个竞赛 是 那他在这个比赛 有一些学生我觉得就是可能做一做 做了一次他就觉得差不多了 他就可以去比赛了 但是秋雨不一样 他可以重复一直做 做到他自己觉得很满意了 他才会去 你一定要重复练 练到你自己都很有把握了 因为在马来西亚不会办这样的 会很少 很少这样子的活动 对 就是厨一三这样的 所以你就会好好地把握 对不对 对 好 这个还要一直推他 就是给它摊平这样子 那他去做层次的推挤之后 它就会产生酥面 油皮油酥的那种概念 所以层次吃起来就会有酥皮的感觉 所以他刚才举例就是说 很像我们这边的街头小吃葱油饼像 是 我们现在就让你慢慢地来煎 这个就不需要特别照顾它 让它煎就好了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是原味 原味 对 然后等一下加这个酱 所以是用原味等一下配这个酱 就是它有蛮多吃法的 就是有些人会加蛋 或者买烙 加蛋 对 就很像我们的那个 路边的什么葱油饼 蔬菜饼加蛋 对 那加奶酪 对 加奶酪会比较浓郁 酸酸的 浓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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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乳酪 乳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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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乳酪就加奶酪 他们讲奶酪 好 那我们那个饼让它慢慢地煎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先来做好了 所以先来做这个酱 这个酱就很东南亚风味 因为有这个椰浆 对 有椰浆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 糖粉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放到那个 锅子清淡的糖 所以它这个是 这个可以吃甜的 也可以吃咸的 通常会是甜的 真的吗 对 马来西亚人吃得很甜 还好 我们是吃酸跟辣比较多 酸辣 因为太热了 天气太热了 对不对 会比较开胃 这个糖的部分就依照个人 如果不是吃比较甜的话 可以减少这样 像乳酪她在学校 你说她都参加很多活动 社团活动 她蛮主动参加活动的 像有一次我们带学生到大陆的大厥寺 那它有点像一个美食街 他希望把台湾的美食街带到那边 去做一个展演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佛光大学有受药 去做一个汤味的展示 是 对 那时候只发布说有名额这样子 那秋雨就第一个报名这样子 对 那一次我们就带了七位学生 然后到大厥寺去做了一个 台湾蔬食的一个小吃的一个料理 那做了一个类似园游会的方式呈现 那但是你们就是做的是 台湾味的蔬食料理 对 是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主动又积极的小作 是 对 他们会对任何一次的参与活动学习 都会是 都会极力地争取 把握跟争取 对 然后都不希望错过这样子 其实这是对的 因为真的不要浪费这么好的资源 对 对 佛光大学给了我们很多资源 对 那你就都要好好利用 除非你要是孙悟空七十二变 可以变很多生的话 那你应该是什么都想参加 对 好 你现在就把椰浆打进去 放进去然后把它打匀 对不对 这个椰浆有先冷冻过会比较好 为什么 我们不懂 我们就是罐头买回来打开来 就直接去调理 要冷冻再化冰 就是冷冻然后再 再化开 对 再拿出来结冻 对 会比较好 哪里好 就是它打出来会比较滑 真的吗 应该是说就是把椰浆拿去冷冻 就是冰过之后 它那个水会结冰 那盐浆油脂那一块它会变液体状 对 所以倒出来的那个浓度就会特别地浓 就不会水水的这样子 这样啊 非常漂亮 好 我们等一下就是用这个饼 去沾这个酱来吃了 是不是 对 沾酱也可以 然后一起煎也可以 这个可以一起煎吗 对 就是在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就甩 然后它就比较大 对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甩开的话 它上面再铺酱然后再包进去 就包在里面再一起煎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沾酱也可以 那你今天做的就是我们用沾的 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 可以沾来吃了吗 先煮这个酱 就是 它还要煮 煮哪一种 酱要煮到浓稠 难怪就是会让它更浓稠一点 对 才有办法包在饼里面 这样啊 对 因为像我们去 蛮常看到印度人在做摔饼 对 然后它摔得很大张 很大张 然后再把馅料铺进去 然后再折成一个正方形 对 然后再去煎 煎出来都很香 那就是类似这样的做法 类似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等它煮到浓郁 而且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试吃看看 对不对 对 那香味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等着来品尝了 南瓜干椰酱的做法是 南瓜削皮切块蒸熟备用 椰酱冷冻之后解冻备用 取300克的熟南瓜 加入糖粉拌匀 再将南瓜泥和椰浆 用调理器或者是搅拌机 搅拌至油滑 将南瓜干椰酱以中火加热 并且不断地搅拌约10分钟之后 再转小火 继续搅拌至浓稠 就可以完成了 印度甩饼的做法是 将盐和糖加入面粉中 加水搓揉成为面团 直到表面光滑 再放在已经上了油的盘子上 让面团静置30分钟 将饧好的面团抹油 油内向外压平 以旋转的方式揉成面团 静置3-5分钟之后 再一次压平成为饼皮 将饼皮放在平底锅中 以中火煎到表面变和变脆之后 就可以搭配南瓜 嘎椰酱 来使用就可以了 好 这个如果是吃咸的 它也是可以当小夜甜心 这个算是甜的吗 咸的话就是配咖喱 咖喱酱 对 咖喱酱 好 刚刚那个阿伟师 石浅伟老师说 这个你们平常怎么吃 就是用手这样子 对 用手 拿着沾着吃 对 我们要有异度风 对 我们要融入那个在地 对 然后 我喜欢 而且那个饼的口感非常的好 那个饼皮很QQ的 对 这样融化之后 那个嘴巴还是在咀嚼 那个饼皮的香气 有 那个饼皮 那个饼皮还保持有那个麦的香味 对 你有回马来西亚要去做料理 给爸爸妈妈吃吗 你妈妈 会 妈妈的评语是如何 到台湾福哥大学念了这么几年 就是我回去的时候 就是我是负责做菜 对 就是煮给他们吃这样子 好 他应该觉得说 他舍不得让你进厨房的女儿 现在是这么厉害 对 他也来台湾看过吗 到你们学校 那时候带我来一次 之后就没有时间再来 到现在都还没来过 还没来过 下一次就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好 带来了第一次就很放心 所以就把女儿交给这边了 对 那在大四毕业的时候 会办一个毕业成果展 就他们必须要办桌 然后请家人 家人或指导过他的老师 到学校来用餐 然后他把四年所学的 就是把它放在这一次的 毕业成果展上面 所以你要学那个 跟台湾的其他女儿 大家联合起来 要学习 做一个饭桌团 台湾的料理文化饭桌 对吗 对 好棒 这个老师觉得最大的欣慰 就是看到孩子们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这么专心地 学习到这个料理建议 是 对 好好的努力 对就看他们成长 其实我们心里也蛮欣慰的 就是学生慢慢地成长 然后一直进步 对我们来讲也是 对我们来讲也是 一种动力 对你们来讲也是 对 因为我们很怕被超越 所以就要更往上 好 下次他在操场跑三个小时的时候 你跑三个半小时 对 好 真的 祝福你 祝福你心想事成 谢谢你 谢谢 也谢谢阿伟师 今天带了这么棒的孩子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我就把这个吃掉了 因为它好好吃 也不会太甜 不会 而且那个甜很舒服 今天要来发布 我的 Guatemalan 青菜 我也可以带别人 还有水 你可以带别人 好 如果有点赞 你会带到小时 我跟台湖 找到小时 再来 凍 ver 是 你 你的